欢迎来到冥想中的池界专题系列冥想 一个受到瑜伽哲学启发的冥想专题 Yama,池界作为八支瑜伽的基石 是引导和谐有目的生活的指导原则 可以说,它是修行瑜伽的八个阶段中的第一步 今天,我们的冥想练习将引领我们深入探讨第二个戒律 Satia,真实 在泰国真理寺的美丽背景下 邀请大家走向真实的道路 让我们首先找到一个舒适的坐姿 可以坐在椅子上或者地板上 保持脊柱挺直 肩膀放松 轻轻地闭上眼睛 做几次深呼吸 通过鼻子吸气 然后用嘴巴呼气 当你在呼吸中找到舒适的节奏后 将你的意识缓缓地引向内心 释放松 释放身体中的紧张感 从额头开始 放松你的额头 放松眉心 放松脸颊 放松嘴巴 放松下巴 放松你的肩膀 逐一地 舒适的舒展身体中 存在的紧张感 感受你的身体重量 被地面稳稳地支撑着 放松下巴 现在 把你的注意力 集中在当下 此时 此地 感受呼吸 进入和离开你身体的感觉 感受每次呼吸时 胸部和腹部的上下起伏 让呼吸成为你的锚点 将你扎根鱼 此时 此刻 感受到 沙提亚这个词在凡文中意为真实 真理或诚实 这一准则要求我们在思想 言词和行为上与内心深处的真理相契合 首先要请你反思一下 真实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的真实并与自己的真理保持一致 代表着什么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让我们探讨真实的多个层面 首先思考一下你的外在真实 也就是你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方式 想一想你的言行 是否与你的价值观和信念相一致 请以不带评判的态度 观察可能存在的不一致之处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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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每次呼气时 释放身体中的紧张和抵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把注意力展向你的内在真实 你内心的思想和感受 静观自己 而不沉溺于其中 你的内在世界 是否存在着 你一直回避或压抑的部分 请以同情和接纳的态度 来承认他们的存在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深吸一口气 让呼吸缓和任何不适之处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慢慢地 慢慢地将意识 引向你在人际关系中 对真实的理解 你对周围的人 有多诚实和坦率 是否有多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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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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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这个内在真实的空间里 问问自己 我的心灵真正渴望什么 什么让我感到快乐和满足 聆听灵魂的低语 不受外界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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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受外界的满足 不受外界的干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当你与内在真实连接时 想象一道光芒从你的心中 延伸到你周围的世界 想象这束光与流经 所有存在的普遍真理相连接 感受到所有生命之间的相互联系 感受到你周围的相互联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我们接近冥想的尾声时 请将你的注意力重新转向你的呼吸 深吸几口气 逐渐让自己回到当下 当你准备好时 轻轻地睁开你的眼睛 带着Satya真实的精髓 去度过你接下来的一天 记住 真实始于内心 当你与内在真实保持一致时 你也为连接我们所有人的更大真理 做出贡献 感谢你加入我的冥想练习 我是Francis Namaste 是Francis 感谢观看